七天食堂探访长春十年羊肉老店 文静带你品尝东北人都爱的镇店之宝老三样 这个味道就是越品越跟我们天人喝的不一样 那不是啥不一样呢 七天游记最梦杭州之旅仍在继续 陪达走进二十年面馆老店 品尝当地特色小牌面 今天用的是杭州最有名的特色面片 开尔川是一定要新鲜的水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今日最七天 你的消费我来指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消费服务节目最七天 大家晚上好 我是智楠 大家好 我是新鲜 过了元旦咱们东北的气温稍微有点回升了 不过还是不能掉一清心 后天就是小寒的节气了 这个新鲜你知道吗 虽然小寒后边才是大寒 但实际上小寒的气温才是一年当中 气温最低的时候 小寒到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 冬天最冷的时候到了 其实甭管小寒冷还是大寒冷 我感觉都挺冷的 那这两天回温了出门待时间长了 也觉得冻得不行 那必须的 这是东北冬天该有的样子 冷就吃点热乎的呗 接着七天食堂 先带你去吃羊 先暖暖身 开开胃 其实有时我们在安排外地朋友吃饭的时候 第一时间都会找一些装修豪华 菜品比较全 符合大众口味的饭店 往往会忽略那些看似不起耳的老店 但其实恰恰是这些老店 因为经历过岁月的蹉跎 才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人情味 实际参加这店不大 但是非常有特色 而且老板跟我们关系出的也非常好 老板的人也很热情 很实在一个事 味道也挺好的 主要是它食材比较干净 总在这吃 又说别的 就是两个人吃一个菜 总能吃得特别饱 你就知道老板有多实在了 这个店我们住了大约有十三四年吧 做点清真菜系的菜 因为年数比较多了 这些顾客也是一串吃十串吧 大家伙也就是挺认可的 顾客一认可 起码是我一种欣慰了 我为啥想做自己的东西呢 我想把这个东西做个生活 爬上条全家都有 到我再吃爬上条 吃不出我自己的特色 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推出 叫爬羊脸 因为很多人家没有 你知道吗 我们做 它倒着吃包 还感觉有个新鲜感 像一般的店呢 这个清晨馆 什么爬热条啊 包括这个胸口啊 他们家都有 但是他们家还有一点 比较自己特色的东西 老三样 我觉得老三样都非常好吃 老三样 嗯 老三样 原来就是洋排 洋汤和手把肉 我也都点了 这么看来 这做了十多年的老三样 确实服一番呢 文金决定先从这壳洋汤 谈谈其中的奥秘 这个汤 我像我们平时喝的很多羊汤 都是很稀 它这个是有粘稠度的 看着很浓郁 它的味道其实也是非常浓郁的 但是并不咸 而且你看里面的这个羊杂 特别的丰富 特别的多 它这个颜色也是乳白色的 它的味道也是有点像奶味一样 略到一些山味 但这个山味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味道就是越品 越跟我们平时喝的不一样 那跟啥不一样呢 就是奶山奶山的 我得去找找 什么原因 老板忙着呢 我刚才喝着你家的羊汤 我感觉跟我原来喝的不太一样 就是挺纯净的那种山 然后这是奶味 我带你去看看我自己熬日间 走 去看 这主要吧 看咱家这个罐 小人都有十多年的 普通的一个旅罐 为什么要搁旅罐熬日它 这是有说法吗 旅罐能保证骨头汤那种钙的含量 保住这个领氧不流失 如果发生别的器皿 像什么山菇啊 它可能不回发 唯独旅罐不回发 而这羊汤好喝到 你还有一点 就是必须保证两变汤 熬羊汤啊 第一点必须用老汤 用牛的大骨罐 把骨髓熬出来 这个汤变成古白色 这个叫做老汤 它不是怎么怎么去做出来 它是通过火 通过时间 通过食材去熬日出来 小店虽然环境简单 但是菜品的制作可不简单 羽羊汤有着一曲同工之妙的 还有这锅带着汤的手把肉 手把肉我没少吃 这手把肉带汤呢 没喝过 这个味道 我觉得挺惊喜的吧 其实它没有什么 特别重的调口 但是你能吃到非常明显 那种花椒大料的那个味道 你看它上面飘了一层的油 就是这个羊肉煮出来的那个油 所以它特别的香 但是这个羊肉呢 吃的是那种圆汁圆味的纯香味 也会带有那么一点点的山味 但是这个山味 就你一吃就是那种 非常纯正的草原羊子 本身的那个味道 为啥我家的手把肉不一样 我们是卖是生的 在后边现做 大约二十二十三分钟上桌 多少水 多少肉 是有一定比例的 保证这个汤的营养 这个部分不流失 真正真正的手把肉越南 所以说这家店做羊 绝对是一决 尤其是这个烤羊排 堪称长春独一份儿 不过这羊排的精髓所在 不知道能不能被文静发现呢 这个羊排这个味道呢 咸淡适中 吃了一点有不腻 我感觉应该是腌制过的 因为它特别的入味儿 我觉得最好吃的位置是这个地方 就是皮这样的一个位置 烤得焦焦的 硬硬的 就是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趁热吃 因为只有趁热吃 你才能吃到那种 特别脆的那种口感 但你看这个颜色 包括它这种褶皱的程度 它应该是刷过什么东西的 文静说的没错 这层酥脆的硬皮 就是因为老板在羊排上 刷了鸡蛋糊导致的 我们腌制过程之后 刷那个鸡蛋糊 直接去烤 倒点银囊就完事了 因为我们中间 没有那么多反扫的程序 主要这个鸡蛋糊取作用 它这个鸡蛋糊 能把羊排 本质的水分 影响不流失 起到一个脆皮的作用 而且吃的口感 是相当相当的好 除了刷鸡蛋糊 在处理羊肉的时候 也要用中草药腌制 去除羊肉的山味 提升鲜嫩的口感 这些年 我就想 不管你是顾客来 一些人的也好 是一个人也好 到这儿就想到家一样去吃饭 装修不像人家那么好 但是我们是有人情味的 这就是东北小馆的特色 小店不大 但是也有十多年的口碑了 没记住地址的也没有关系 赶紧扫码进入 我们的七天食堂的堂堂群 每天群里福利发不停 而且关于美食和旅行 群主都会给你最贴心的建议 说到吃羊肉 可能冬天更多的吃法 就是火锅了 下边这家火锅店 在长春的知名度是非常高 一般饭口时间去都得排队 那大家到底是什么味道 这么有魅力呢 小翔和佩达俩人去谈蜜了 没有 没有 资讯广播是在100点一开机的 你说当个剧 不是就直播间 就是具体哪个音乐 就是在这 知道了 谢谢 七天食堂不是一道电视美食节目吗 佩达来电台直播间干什么呢 我们要找这家店 一定要区别之前的所有店 它一定是在过去的那年当中 就非常火了 但这样的店 怎么找呢 我只能搬救兵了 干嘛 下节目好吗 顺利吗 什么 顺利吗 顺利啊 有人投诉你吗 为什么要投诉我呀 就是你 他问你 每店地址 没有很快的回答上来 我没有没有很快的回答上来 我都特别快呀 看这俩人 见面如此的熟络 因为这相爱相杀的感情 可是从大学就培养出来的 在陪达说明了此行的来意后 你觉得你脑海中中想到哪些店 长城特火的 对 原胜居吧 还有呢 如一反 然后三年初一 然后包括像吃辣盒 也尝小吃 经过了一番讨论过后 那就应该是 最近就原胜居 就在为后面 走 原胜居 电梯中 我们巧遇了 吉利人民广播电台的 众位主播 对于小强的推荐 他们是怎么看的呢 比爱验的地方实惠 谁不去 靠谱 特别靠谱 小强推荐的我就认 我总听他们节目 原理局最早的是 在桂林路和新米大街 就会那个 特别长的一个 简易板房 对对对对 对于这家店来说 无论搬到哪里 都能顺着标志性的 羊肉味找过来 我们现在搬了一个新纸 然后这是它的总店 不知道今天排队 要多久呢 今天还好 空桌比较多 今天算人真的很少 人真的很少今天 但是我觉得 不用排队 这事也挺不错的 除了这家的招牌 今天裴达和小强 还准备吃点不一样的 一盘羊肉 一盘胸蚝 胸蚝 要一个牛肉 一个小细的生卖 每个人到这儿 都有自己的喜好 要个香菜 要个紫菜 谢谢 一个香菜 对 对 香菜快吗 香菜快吗 你查书吧 看你查个五十 菜能不能上来 挪个座的功夫 主食就已经上桌了 一个火锅 就是我们平时想说 一个火锅好吃的点 基本在哪点 哪几点 炭锅 无非就是锅底 肉和调料 大家看上了 圆圣局的锅底 清水锅 白水锅 就是 这个东西可以pass掉了 最招人的 其实是麻将 咸 鲜 鲜 香 甜 好鲜 因为它里面有点糖 糖能起到提鲜的作用 这种芝麻的颗粒感 原生芝麻酱的配方 算是长春餐饮界 极大味剪之迷了 这人家自己找到的 很好的配米的手法 它可能是高明在于 它把什么东西 加到里面去 然后多少比例 然后进行调和出来 这样的味道 接下来 再来尝尝肉 因为太肥了 这家店点胸口 服务员都会问一句 肥肉煮出来的油 能增添整个火锅的肉香味 可以吃了吧 你不可以 稍微 稍微 能冷静一点 你怎么了今天 心急还吃不了热豆腐呢 因为它是有一点瘦肉了 然后你还能咬到 那瘦肉的那种 这种比较 有点嚼头的感觉 肥肉较多 入口即化 很甜 但裴达只是 他家的羊胸口 这个 就欲罢不能 羊胸口打开了 小强对于这家 二十年老店的新大门 但小强也有 自己的吃法 我一直觉得香菜 跟牛肉混在一起 这个口感 再加上麻酱 是最好的 但此时的佩达 刚才吃了一个 好几口胸口 现在有点腻了吧 有点 有点 有俗话讲就是 香米油呢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 吃到了现在 大厅已经坐满了人 特别的热闹 牛肉呢 可以垫下底 加一点点紫菜 然后再加点香菜进来 这不是蔬菜卷吗 好吃吗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这个吃法有点奇怪 然后它的这个肥牛呢 相对于 薄 对 相对于那个羊胸薄 卷上那个紫菜 和这个香菜以后 这个真的是很有创意 就是一口进去 口感会有丰富起来 两个人互相向对方 推荐自己的最爱 所以你吃火锅 这么多东西 你需要有一个 跟其他的东西 口感完全不同 好 个儿头不大 但是很肥 但是佩达一不小心 还是入了坑 处理的可能粗犷了一点 就有一点沙子 吃起来可能会 营养大口感 刚才我吃的那块 比较大 那两块比较大 就是沙子 现在还在嘴里 反正但是入餐 你谈不上精致 谈不上很细事 那不可能 但是就是快速地吃 几口肉片的 就满足了 这家店应该足够符合 陪达的要求吧 临近结束 陪达和小强 还偶遇了这样一群人 慢点啊 慢点啊 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 他家过去那么多年 一直很火 认为原因是什么 虽然他的环境和服务 相对来说有点粗糙 但是东西好吃便宜 大家就很认可他 体现的不仅仅是家店火 更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火力 对 其实你能感觉到 你到这就像到一个 美食江湖一样 然后看到了长春的这种 对美食的热爱 当然了 它得满足好吃便宜 大家才喜欢 咋样 这两家店推荐的是 相当有诚意了吧 天冷暖身也好 人多聚餐也好 都是最适合不过的 下面这家店 招牌也挺霸气的 叫做硬货海鲜 光名字叫着硬气不行啊 必须得有硬菜才行 小欧已经去打卡了 经鉴定 名副其实 有点子去打卡了 而且它会讨论 我给你打卡了 谢谢您 人多坐那层 有点硬菜 是 亘套 所以 这是 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一夜才能吃到的这个国会美食到这儿怎么15分钟就能吃到呢 因为首先我们会很早地把这些料备好 所有的饭在15分钟之内上齐 这样也能保住食物刚出炉的原有的味道 这一桌饭一上桌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颜值超高啊 听说不少食客都是为了它的颜值而来 吃之前还都有统一的标准动作 拍个照就是不知道这味道能不能媲美它的颜值呢 这一大口下去 满满的芝士味 实在太满足了 但是它的这个米饭 跟我们确实在家里吃的煮的米饭好像不太一样 米的里面都渗透的香气 等会儿 看看这两碗没炒过的饭有什么不合 这个米是呈长条状的 我先尝一下啊 的确是 这个里面隐隐约会有一点肉香的味道 但是这个就是纯的那种米香的味 因为我家这个米呢 是用老汤和一种特殊的米蒸成的 在蒸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老汤的香气都会充饰在整个蒸香里 那它这么香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啊这话说回来 他们家的这个海鲜饭的确是用料十足啊 你看我随便摆上来一勺 它里面你看它这有鱿鱼须 还有这个鸡肉 而且这个味道的确是鲜香结合恰到好处 来尝尝这个 这是调的饮料吗 是咱家一个特色可以玩的吃的 鸡翅啊 这里面却是鸡翅啊 然后把它倒进去吗 拳刀吗 这个也全部倒进去 盖上盖以后摇是吗 对就像调酒一样 哇塞这个太有意思了 这样啊 它是把它摇均匀了是吗 对 那个料要全部均匀的在那个鸡翅上 对 好有食欲啊 这鸡肉好嫩呢 这个辣椒有点辣耶 而且它上面的这个辣椒碎啊 真的是非常香 使劲地摇了以后呢 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味道就完全地入在这个鸡肉里面了 有一点点烧烤的感觉 但是比那个要香很多 那这顿饭又能吃又能玩 还有超大波式的龙虾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呢 虽然啊 这个龙虾饭听上去这个价格可能是有点小贵啊 但是你看这么一大盘两到三个人吃的话肯定是没问题 还是挺便宜的 他们家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也很有新意 网红店嘛 所以每一个颜值都是超高的 不知道小欧觉得这家店在2018年除了靠颜值 还能靠什么火下去呢 我觉得一定是靠90后老板对于美食品质的坚持 以及对菜品的创新 您的消费我来指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消费服务节目最期天 元旦前夕呢 咱们松原的茶缸湖迎来了第十七届东部文化流节 来自各地的游客呢 纷纷聚集茶缸湖 见证红网的诞生 庆祝新年的丰收 没错 在众多的游客当中呢 就有我们这七天的好朋友 浙江广播电视台的小伙伴们 关于茶缸湖的东部盛况呢 浙江台的同仁们的感受啊 我们将在下周的七天游记当中一一呈现 这一年来啊 我们这七天多次跟浙江媒体同仁组成联合报道组 为大家呈现吉林和浙江不同的地理文化风貌 像这种呢 我们就跟随陪达走进了杭州 陪达的杭州之旅 可给计划春节期间去杭州旅行的朋友们 提供了一份特别的旅游攻略 让你能体验到当地最接地气的风土人情 那今天呢 他又找到了一样杭州的特色 片川 这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商业街 这个叫义德成鼻烟 干嘛 这怎么办 鼻孔 西里卷 干爷爷 各位通通 从这到这 一下就上去了 这是个钱庄吗 中国金币 万龙国腿庄 接下来我们得吃点了吧 杭州的特色 离不开一个关键词 就是龙颈 这个龙颈糕用什么做的 它是西湖龙颈茶做的 越吃越吃出这个茶叶的味道了 欢迎我们东北的朋友 吉利的朋友来我们杭州 看到我时候 这些老式的居民楼了吗 没错 现在我们来到了杭州的老城区 那在老城区呢 过去一定会发生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而很多地道的本帮菜 杭帮菜 也是起源于这样的老城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发现 在长春 有很多比较火爆的烧烤店 开了几十年 而他们呢 也都是起源于老城区 从地摊做起 吸引了很多忠实的这个食客 那接下来我们也找的 也是这样一家 从地摊做起的小店 不过 在找到这个店之前 我们先要遇见一个人 你好 你好 小明 她是厨师也是个餐厅的老板 不过我看她这个年纪 肯定不错 地摊做起 这个从地摊做到店面的 是她的妈妈 那这个老味道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是不是就这家店 是 叫天天小排面 这个小排面是在杭州 代表性的一个主食吗 杭州是大排面 然后我们觉得现在 我们本地人越吃越精 所以说我们把大排变成小排 小排 变得更精细的 那就是一个小排面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二十年 二十年的小排面 好 去尝一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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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从吉林过来的 东北过来的 这不也到这样 很远来 对 来尝尝你的招牌的小牌 好的 好的 好 三年我小妹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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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后厨是男人的天地 我进来看 都是 都是女性 这里 基本上都是 我妈很多年的老姐妹 所以我们 除了我的舅舅 其他全是女性 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排面 我们这个面的底 今天用的就是那个 杭州的 最有名的那个特色面 片尔川 片尔川 是一定要有新鲜的笋 这个味道 所以这个笋 其实是片尔川的一个标志性的感觉 有笋 还有 雪菜 这个是 那个肉片 肉片 那实际上它就是片尔川的底 片尔川的底 片尔川的三一代表 就是片尔川 就是片尔川 然后加了排骨 片尔川是杭州的传统风味小吃 面的焦头主要由雪菜 笋片 瘦肉片组成 鲜美可口 已有百余年历史 好吃 这个面还有点劲道吧 这个比较入味 我能感受到 就这碗面吃进去 就是 有一种 特别甲肠的味道 老味道 所以我看到那个厚厨 那个 从小姑娘干的阿姨 她这二十年 都在烧这碗面 所以这碗面的 这个 七十年味道的古典 很稳定的 这样一碗普通的片尔川 没有什么不能透露的秘方绝学 只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品质和良心的价格 在支撑着这碗面 默默地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 而这不短的时间里 这家小小的面馆 也收获了八方十克的支持 如今小明也走上了这条路 同样经营着一家餐馆 在旁边还开了一个餐厅 对对对 我们做本帮菜 本帮菜 唐州菜 那我们现在就去感受一下 那去传一尝这个 小明哥的本帮菜 是这儿吗 对 这是我们的键 小明堂 这个可不是小面店那种感觉 这是很大的店 我看有四层楼那么高 而且这个建筑也是感觉 古香古色的 小海鲜 将各 这个好像一个海鲜市场 这是我们一龙的点菜区 这点菜区 卫星的海鲜市场 那肯定得先 先看看这个 这是大杂蟹 梁郎满目的海鲜品种 充斥着这片点菜区 对于海鲜免疫力 极其低下的陪达 这次只偏偏没有选择 这些诱人的食材 而是另辟蹊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吃一下 在这个季节 你不能错过的 本地食材了 首先螺丝 可能是来到杭州 你要不能错过的一种 比较鲜味的小吃 那再升级一点的 就是螃蟹了 螃蟹 这个季节 是最好的时候 而且还可以吃一段时间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上了这么一道 看上去看不太懂的 实际上这是一道 甲鱼呢 甲鱼其实 在我的心结里面 是最具代表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 只要是考试 只要是大考 那我妈一定会给我 包个甲鱼 让我吃了 发挥的好一点 所以在我们这里 其实有一个习惯 就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都要来个家 这个就是有一个情节在来的 是 我都想要想要 那我喜欢 你这种 那我喜欢 像是一样 你这种 鲤蛙有点 鲤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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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蛙的鲤 就它那个 哈士米的 对对对 那我知道了 为什么有人爱吃甲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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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么多精致的杭帮菜肴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又引来众人围观拍照呢 原来是在近日 长春市饭店餐饮烹饪协会 与杭州餐饮旅店业协会 在黄蜜楼联合举办了 吉林省杭帮菜工艺大奖堂 并且特邀G20杭州峰会烹饪大师 胡忠英大师作为主讲 与长春餐饮业的厨师精英们 来了一次零距离接触 下面呢 我跟大家今天下午一起分享的是两个 一个呢 是杭帮菜 它肯定有一定的理论记者在里面 所以呢 我呢 向大家的杭帮菜讲一下 第二个部门呢 就是讲 就是我们的G20菜 作为杭帮菜的掌门人 以及G20峰会的国宴总厨 胡忠英大师的厨艺分享 让在座的各位吉林餐饮业的精英们 手与匪浅 现在贵云呢 就是我们在当时创新的时候 有真正在90年代初 真正向社会上推出米中菜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觉得 这些是贵云 看来胡忠英老师 不仅多年来延续和传承的传统杭帮菜 更在融合与创新上 特立独行 独树一致 创造着一道又一道经典美食 在讲座现场 胡忠英老师还亲手教学 让大家更直观地学习到 制作美味的精髓 炉井茶的茶叶水加入一点 加入一点味精 就是在锅里面 这都是我们平时的厨房当中的 必备的料理 通过茶叶水的加入 它将会使得这个虾仁的味道 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 通过胡忠英老师的言传身教 可以看出 好味道不仅是制作那么简单 更多的是一分一毫的细致与认真 一生一世的热爱与传承 所以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讲座 在进一步发展杭帮菜的同时 还能够更加促进杭帮菜 与其菜的大美融合 您的消费我来指南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消费服务节目最期天 这个周末咱们长城市的 中小学生就要迎来 期盼已久的寒假了 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放假 尤其是放寒假 因为有热闹的春节 可以跟家人一起风玩 我听说今年的寒假 比以往要长一些 孩子们也不能光玩 一定要制定一份 有意义的计划 让假期充实起来 没错 所以很多学校也组织 学生们展开了特别的实践体验 比如极大汇谷学校 就开展了行走长春之旅 为增强小学生 对家乡文化的了解 让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 参与社会积极实践 同时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麒麟大学附属中学 高新惠谷学校小学部 于2018年11月7号 开展了第一批 行走长春活动 昨天上午第二批 行走长春活动 在惠谷学校启动 共同见证其他会谷 第二批行走长春 得意课程实践活动的 正式启航 授卡仪式现场 学生们获得由校方提供的 储置金额为发源的 公交IC卡 作为行走长春的路费 而行走中产生的其他费用 则需要孩子们通过日常的家庭劳动 以及易卖等方式 自行赚取 在此前的预热阶段 各班级还组织开展了 针对安全 文明 理财方面的教育 学生们通过查阅资料 咨询老师等方式 自行选择行走目的地 设计行走路线 制定活动预算 赚取行走费用等等 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让孩子们通过走近长春 了解我们家乡的一些变化 家乡的繁荣与发展 激发他们热爱家乡 从而热爱祖国的情怀 在第一批行走长春过程中 还涌现了许多优秀的设计 其中 郭沐小同学设计的 长春水文化生态园 生动形象地将目的地的理由 线路规划 行走过程 以及对长春水文化生态园的介绍 呈现出来 水文化生态园之旅 辞出的 但是我的行走长春之旅 才刚刚开始 下一站我计划行走 长春为反而不永远 来家乡长春 都要踏遍家乡的每个角落 了解家乡的历史 见证家乡的发展与行销 正如校方和家长们所希望的 通过行走长春得育课程 可以在孩子们心中 埋下一颗爱的种子 在学校里能够让我们的孩子 爱学校 爱班机 走出去 让孩子们爱家乡 爱社会 爱祖国 每天17点50分打开电视 看这里了解一下跟你有关 您必须关注的生活资讯 昨天中国铁路总公司 在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召开了工作会议 透露了中国铁路 今年的发展小目标 确保投产新线6800公里 其中高铁3200公里 而广大乘客最关心的 票务改进方面也有重头戏 今后铁路部门将进一步 推广应用电子客票 提升智能化服务水平 更重要的是 要探索构建灵活可控的 高铁票价调整机制 深化一日一驾 一车一驾可行性研究 并择机试点 通过票价的浮动 来调整客流和运力 即便很多热门线路 在春运期间都大幅增加班次 不过对于春运 这样的人口大接仪来说 热门线路的火车票 一票难求的局面 还是频频上演 有人说 我和火车票的距离 只差一例助攻 可对于本应 起到助攻效果的 抢票软件而言 很多时候却帮了倒忙 近日北京青年报的记者 做了一个调查 多名乘客在下载 注册了抢票软件后 并没有抢到票 而且为了抢票 还需要发动朋友圈里的好友助力 每天在各种群里 看到不同加速抢车票的助力链接 买票简直变成了一场社交活动 中国铁道科技研究院的专家表示 在2018年高峰时期 12306网站 每秒可以卖出700多张火车票 这就意味着一辆车的坐次 基本上在一秒之内就受空 如果有人以频繁较高的速度 访问服务器 会被视为非正常操作 高危用户将被拦截 甚至被拉入黑名单 还未达到拦截 或封号级别的抢票软件 将被封控系统拖到慢对列中 也就是说通过第三方软件抢票 可能会更慢 所以抢票这件事 主要还是看运气 跳再难买也要回家过年 而且还得美美的 很多爱美人士 假期之前给皮肤来一场集训 于是号称比普通面膜安全 效果好 痘痘痘印敏感机都能用的 所谓的医美面膜悄然走翘 不过新华社的记者调查发现 很多普通面膜 打着医美面膜的旗号 在朋友圈 微信群QQ群 电商等平台销售 一片普通面膜成本价 仅仅三四块钱 层层包装 打上医美标签后 价格至少翻涨五倍 而在这些产品说明上 却找不到任何医疗器械方面的备案信息 在国内规模最大的 化妆品展示交易中心 广州美博城 甚至有厂家直接了当地告诉你 成本再低 售价也不能低于15元一片 否则买的人不信 好吧 这回真相大白了 信不信商家说了也不算了 专家提醒 医美面膜产品包装是介字号 针对性强 并非人人试用 所以你的肌肤问题 千万不要交给一心 只想赚钱的商家 而是咨询皮肤科医生 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对症治疗的面膜 这两年有关网约车的话题不断 为进一步规范长春网约车 长春市网络预约出租车 车载终端设备配置指引 办法编制完毕 以后网约车辆将配置内外摄像头 发现司机与后台备案人员不符时 将自动报警 根据要求 在长春市网约车安装的车载终端设备 除相应的认证标注外 还能够将设备采集的相关数据 上传至行业监管平台 实现对网约车运行和服务动态监控功能 具有应急报警 车辆卫星定位功能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 能够向行业监管平台上传相关信息 另外还配置车辆电子身份标签 具有网络识别功能 今后出行又多了一份安全保证 是不是又感觉踏实多了呢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说了些什么 来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 彤彤说总听你们念叨 堂堂群都有什么活动啊 进群方式是什么 进群方式特别简单 扫描二维码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群里面 成为我们的群友 就可以每天在我们的群里面抢福利了 我最近好像也参与了几次抢福利 是吗 然后你觉得合适吗 但是我的手气不佳 我没有抢到霸王餐之类的 运气不好是吗 但是其实在堂堂群里面 我们发送的这些不光是有霸王餐 还有很多店跟我们合作 还会带来全单的打折 所以大家在这儿跟我们一起 去吃到好吃的 同时还能享受到优惠 所以在这个群里面 我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 每天都关注里面 别像我似的抢不着霸王餐 我预祝大家2019年 每天都能抢到我们发出的霸王餐 好 我看下一条 这个主演太好了 来 我们看下一条 这位朋友叫宁萌 他说昨天看节目 那家烤肉太有食欲了 地址在哪 地址在长春市浑江街富豪花园的侧门 我发现其实烤肉在这个季节 好像很多人都会去选择 因为它很热乎 而且肉还补充这个能量 对 因为天冷的时候 多吃点肉 扛冻 是不是 而且围着这个炉子 烤肉的炉子 也会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所以在这样熟久寒天的时候 特别适合去吃点烤肉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到我们的浑江街富豪花园的 这个侧门 去尝尝我们昨天推荐的 这一家烤肉烤肉 好不好 来看下一条 这位朋友 莱莱说孩子考试考得不错 马上放假了 想带他放松一下 有什么推荐吗 这一家呢 这个要推荐呢 我觉得还是挺有点 这个小情调的 带着孩子呢 到这私闭的空间去感受一下 就是我们什么呢 听兰电影院 思想观影空间 想看电影呢 就看什么电影 而且呢 还是非常地道的 这个有港式的这个甜品 地址呢 就在重庆路和人民大街交汇 东行20米 道口烧鸡的对面 现在其实看电影啊 找这样私密的地方 也挺有意思 带孩子去也挺好的 对 我可以自己选择 我还能吃好吃的 人还不乱 空气还好 多棒啊 对 主要是 带着孩子去 上大的影院里面 经常会得到 其他观影人的这个数落 对 让孩子小点 所以找一个 这样私密的环境 孩子怎么做都行 好不好 那好 那今晚的节目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跟随全新的自习天 火力全开 乐享青蛇主义新之火 您的消费 我来指南 明天同一时间 最几天和您不见不散 天桥上的你忙着 茫茫远方 想想许久不见的 孤单流浪 中路消失的尽头 留下你的方向 把条很香的海水 全都遗忘 昨天的美梦 我在宽后收场 把背包里的心 天桥下你 感谢观看